柬埔寨衛生部最新公布 一例死亡個案 調查發現11歲女童 竟然是因為感染H5N1禽流感 緊急對她12名接觸者裁檢 女童父親驗出陽性 但尚無症狀 世界衛生組織高度重視這起案例 要釐清女童父親 有沒有接觸過感染的禽鳥 還是女童傳給父親 這就會變成人傳人 這次禽流感新病毒株H5N1 是歷年來致死率最高的 全球都面臨到疫情壓力 美國已經撲殺五千七百萬隻 日本一千四百七十八萬隻雞 法國兩千多萬隻 臺灣光是從去年七月 到今年二月中旬撲殺家禽數 多達一百零三萬隻 其中淡機二十二萬隻 禽流感已經引發缺氮缺激危機 現在又爆出柬埔寨案例 更怕疫情再擴大 不用擔心的就是說 臺灣人跟禽接觸的機會 就相對的少 柬埔寨它是野放嘛 H5N1大部分都是從候鳥帶進來的 假如說我們現在的養殖場 它是一個密閉的方式的話 那個候鳥進來就不會 不會把這個病毒 傳到那個養殖場裡面去 這個第一次有意義嘛 所以這個是 這個目前來講 就是在在推廣當中 現有監測措施 隔離染疫動物 減少人類接觸機會 但WHO探言 擔心H5N1從情傳人 演變成人傳人 若真如此防疫規格 勢必得再升級 特別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